美国总统大选 回来关心今天的主题 是有关美国总统大选 指头剩下几天 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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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觉得很快的 好 来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新闻 因为疫情跟选情不确定 昨天美股又狂跌943点 包括疫情也都传出很多不利的消息 比如说单日确诊个案 又连两天创新高 所以美国在这样经济情势不稳 疫情又居高不下的情况之下 有一个新闻很特殊 就是说竟然有7000 今天最早的新闻说 全美大概有7500万人左右 已经去做提早的投票了 请问一下这个志愿老师 这个提早投票 在这么严苛的经济情势 跟疫情情势上 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值得我们去理解 是怕投无票 或是乖乖去投票 不好意思你们的意见 这一次美国几乎所有的州 都可以开放所谓的提早投票也好 或者是所谓通讯投票 那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有点主动 就是说我希望 不要当天大排长龙 增加感染的风险 所以我提早投票了 另外有些州基本上是怎么样 是基本上是以通讯投票为主 基本上就是政府鼓励通讯投票 尽量不要当天再来制造一些 可能群聚的效果等等 所以这次的通讯投票一定会比以前高很多很多 开放的多 而且也被鼓励的多 可是他问题出现在过程当中出现很多奇奇怪怪 我们在台湾角度来讲很难理解 比方有些州都规定这个郡只能换一个投票箱 大家都要去那边投 有些是可以通讯投票 有些州呢他在通讯投票里面呢 有些有付回游 有些没有付回游 然后另外就是说有些呢 你必须要在11月3号之前 投完票寄回到投票所才算 OK 有些是只要在11月3号之前盖了油搓 就算 之后回来的 有些是三天有些是一个礼拜 还可以继续算 那有些州有一个州更离谱 华盛顿州 盖完票之后只要在那边在十几号 在11月3号之前盖完戳 11月23号之前收到都算 哎呦这怎么算 那你不敢想象嘛 可是一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美国的邮政系统跟我们比起来真的是落后 OK比较落后 它那个是工业时代 传统农业时代 而且那个效率非常不好 甚至我们最近已经听到一些 所谓的破坏那个所谓油桶 今天早上就是新闻传出 东西被偷 等等的东西 那最近有一个情况就是 更我们不敢想象 可以改投票 OK 我投完票了 通信出去了 这两天有情势发展 我可不可以重投一次 OK 那你要知道有些州是 就是说原来上 他的票寄出来之后 不会立刻开票 所以等到当天再来撕开 再来看那个投票的内容 所以只要在这个之前 有些州是同意 你可以重新 把旧的作废掉 重新再投一次 所以这个是有史以来的乱 是个乱 是个乱 第一个就是投票制度 投票的做法会乱 那还有一个因素 最近有一个媒体报道 过去通讯投票的废票 或不在籍投票的废票比例 大概1% 因为大家不熟悉 或者说这个盖得不好 或者说晚到等等的 就当废票 是 可是他们预估今年的 通讯投票的废票比例 会更高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可能 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讯投票 是 所以那个做法 怎么盖 怎么记 甚至过程当中 会不会有一次等等 搞不好非常高 那你认为这么多鬼的 混乱的 会不会造成 以后选举结果的 不确定性增加 所以我就是担心这个 为什么华尔街 或者说股市 就会展现出来 就是说 任何的经济市场 或政治市场 最担心不确定 怕政治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就会有问题 所以我一直担心一个 最坏的情况 就是说如果一面倒 大赢 那当然比较单纯 就是第一个 当天晚上 有没有可能 有些州 没办法立即宣布 谁赢谁输 因为刚才讲 有些票 会继续算 那第二个 尤其是那种 所谓有争议的地方 废票的认定 等等 在有些所谓摇摆州 摇摆州理论上 就是所谓激烈竞争的州 差个1% 0.5% 就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就会并加逼争之低 所以我担心就是说 投票结束 不等于选举结束 投票结束 不等于选举结束 这麻烦了 就会出现一种 所以包括说 为什么那个新任的 大法官非常重要 因为上一次就是 最后打到大法官等等 所以担心的就是说 选举完之后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会混乱的局面 那这个混乱的局面 最后要怎么解那个僵局 这是要担心的 因为很多人认为就是说 川普不会那么容易认输 他之前曾经还讲过说 我不会和平移转政权 快要改口 但是这 就是他的个性 就有很多不可预测系 另外就是他也说 我会输的原因 原因就是做票 否则我不会输 他这个讲得那么死的话 那当然 这对选举结果 就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所以这个是美国约翠台 应该是最乱的一次选举 最乱的一次选举 最乱的一次选举 就过程了 还有所以开票等等 所以当天能不能顺利的 立刻宣布 谁是候选 你有一些疑虑在 不是 尤其是会有忧虑 第二个就是说 很多过去的媒体 会有这种 所谓出口民调 是 可是出口民调 因为不准 为什么 因为有一半 甚至三分之一人都投完了 对 他也不会在那边出国 被看到 可是回到一个民主最核心的东西 坦白讲 民主就是投票那天才算 为什么 就是说很简单吧 最后一天 所有的情势看完之后 决定投票 可是问题出现了 大部分的国家 就投到当天的 前后几天的 这种重要的情势的变化 作为你最后那一刻 那八个小时投票的依据 可是这一次美国不是 有些人上上礼拜 就已经投了 上礼拜 所以每个人那一天都不太一样 所以他的可预测性 你认为跟过去的经验值 会有大幅度的颠覆 就算这两天再有所谓电邮门 什么出来 可是有些人已经投完了 我票已经倒了 所以 这个就挑战一个 现在美国以前政治学者 在讨论这个问题 投票当天 决定了未了四年 可是如果大家的当天 是同一天 那就没话讲了 可是问题不是 每个人当天都是 有些人是 就好像有人 半个月前可不可以投 一个礼拜前可不可以投 可是当时的 政治的局势 跟现在这一天是不一样的 的确 这个为什么 川普一开始就认为 这样的通信投票 是有问题的 他打官司 但是最后 法院是判说可以 但他一开始就质疑 通信投票的这种正当性 对民主也好 对这种 所谓作票的可能性 等等的 因为你要知道 某个角度来讲 通信投票是有一定的 所谓的 就是透明的 简单讲就是 我可以给别人看 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秘密投票 不是一个秘密投票 我可以圈给你们看 我圈好之后再投 我这边回什么人 OK 所以甚至 但在美国会不会发现 我不知道 在台湾的话一定会发生 一定的 我装脚跟你说 你盖完之后 你再投军就寄 我先看 我先看你再投 OK 你走出去就对 可是在台湾 因为美国认为这没什么 他可能认为 他相信美国人 不会有做这种事情 可是同样东西 万一移到台湾的话 他通通收起 盖完之后 投案信投案信再寄出去 恐怖 恐怖恐怖 所以集中通信投票 迪然导致认为 不太可思议的事情 要引进台湾的话 圆灾认为要引进 是 就会有很大的问 OK 就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这种怎么看这个事情 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民调 高低起伏 每个民调出来 背后都有一个 对他的所谓 不信任的权势 你这个我讲民党 这个我民政党 这个我讲好的 我民党 你怎么看这一次的民调 有这么大的分歧 包括最后这几天的民调 似乎都已经呈现 黄金交叉 什么摇摆之后 这个都已经 已经差距到 误差范围内 听你的意见 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委员讲 那个投票 这个意见 那个你 揭露出你的投票的意象 其实美国的 那个选举的这个 选务系统 是可以查到 谁有去投票 对 你可以查到这个人 他当初登记投票的时候 他是倾向哪个党或中立 OK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 在台湾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是这个提早投票 川普不愿意支持 是 因为他说他是做票 那我觉得刚刚衍生出 另外一个trade off 就是一个 直接两难 就是你是希望 这个民主政治 是多一点人出来投票呢 还是说 我们把那个就是 安排在一天投票 而且他这个 美国法律规定 就是礼拜二才能投票 因为很有意思 所以说到19世纪 以前为什么是礼拜二呢 因为礼拜天大家要上礼拜 OK 礼拜六要工作 我们要上班 然后以前骑马车 所以你到那个市集去 你要花一天的时间 那礼拜三又是这个 农夫要卖菜 所以怎么算就是 礼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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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收成 好吧 那就11月初 所以才会有这种状况 所以我觉得现在 又回到说 刚刚您问的问题 那这次这个民调 我是从这个角度看 就是说 民主国家不管在哪里 台湾也好 美国也好 美国从80年代之后 投票率其实就往下走 大概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四几 那对我来讲 我觉得说 一个好的国家 民主国家 他应该多一点出来投票 表达意见 而且美国还要注册 你知道 他有点麻烦 不是像我们的通知单 他拿注册通知单 在决定说 我今天是要去现场投 还是我去 要这个通讯投票 那今年的状况 就是说 很多人都出来投票了 那你认为民调 会像过去几年 那么具有高度的 所谓预测价值吗 因为2016年 当时会发现 甚至民调机构 都已经被特定的政治势力 给渗透 你觉得问题 您进来观察有吗 其实我觉得他们美国 因为2016年发现 就是民调有 有失准 但是其实当时西拉伟 跟川普的差距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而且最终其实西拉伟 是赢了普选票 对 普选票赢 所以后来他们 真是因为有一些 譬如说像这个 白人教育程度 比较低等等 他们觉得这些 可能被低估 所以在今年 在做民调 各大的民调公司 都有做加权 OK 好 在做加权状况下 目前看起来 拜登是稳定领先 在5%到6%的百分点 那跟上次西拉伟 大概3或4 而且今年又做加权了 所以我觉得 今年的民调 是相对来讲 更有 更接近事实 那看你的说法 你认为如果不意外的话 是拜登当选 有意外的话 是川普当选 因为我们从另外一个 角度来看 就是说加上今年 你看现在已经有7000万的 通讯投票 7400 7500 很恐怖 去年2016年 美国也不过就是大概 1亿3000万不到人出来投票 所以当你越来越多人 像之前做民调好了 做民调的时候 你会投西拉伟 还是投川普 他说我要投西拉伟 就他当天 他没有去投票 这个东西就不准 那今年是 很多人出来投票 而且今年我大胆预测 会出来投票的人 增加的人 恐怕是那些 社会经济地位 比较低的人 因为美国是在放在礼拜二投票 那好 譬如说我以前住加州好了 那边很多这个阿民狗 那些墨西哥裔的人 他打工 没有正式工作 然后没有车子 然后他那天 请问你是要去赚钱 养家糊口 还是去排队 排一整天 从早上排到晚上去投票 而且有可能他住的地方 根本离投票所 他走路走走不到 所以他可能选择去上班 那今年这个状况 就是让大家可以出来投票 像密西西比之后 我了解的是 我有同学在那边 他门口打开就是外面 排队在投票 我说 请问这个投票 是每天都可以去投票所 他说每天都可以去投票所 然后你不想去的话 你就用邮件 所以你认为今年 这整体的美国的制度 设计 以其整个氛围 会鼓励更高的投票率 对 而且是会让那些 过去不会出来投票的人 那这些过去不出来投票的人 你认为 会投给川普拜登 他们大概是中低收入 少数主义 是 大概就是以民主党的候选人为主 所以拜登你认为在部分 可能会多获点 好处就对了 好 那这个预测选情 是个很痛苦的事情 刚才资政公司讲 都可以问 就不要问 不过我们看国内几位好朋友们 他们都预测了 这个佐水大师 他说了 这个前民进党立委 林佐水分析 川普靠着民粹当选美国总统 也因为过度民粹 也可能输掉美国总统 所以说成也民粹 败也民粹 这在10月7号的时候 他的说法 可是后来因为这个拜登 他们家族发生一些相关的丑闻之后 那这个佐水大师也说 如果说川普是败于民粹 那拜登最后恐怕是败于 肆无忌惮的家族贪腐事件 佐水大师也提到说 好在教授 川普的事情提早做 不是 拜登的事情 某种程度做提早曝光 不然真的选上说 家族这么多的金钱利益往来 是跟中国大陆有关系 他说这个总统 可能会受制于中国大陆 他说这个事情提早曝光 让美国社会有一个相对透明的检视 对 最后的结果相对比较健康 那我们看一下沈沐雄 沈医师 但是还是说我没法改靠 跟你说 就是这个川普 中188顶的选举人票 拜登是350顶 所以说拜登已经会冻算了 我会跟他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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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沐雄 沈医师昨天也在国民党智库 他说 沈沐雄预测说 还是拜登会当选 而且他加了这句话说 拜登当选之后 台海终究会归于平静 这句话民进党朋友听的可能不太愉快 再跟大家做一些讨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沈医师的说法 另外 这个谢金河 谢社长 说有一位台湾很有名的这个政论家 叫犯愁 他说 肯定无疑 就是他会当选 这个他是谁 他讲是川普会当选 所以大家都有不同的 这个判断的一个面向 那今天实习的意见 我觉得太难判断了 太难判断了 现在在交叉 而且这个拜登家族冒出来这么多的丑闻 就是每天都有新剧情的发展 可是那么多人都已经先投了 可是却又不是那么多的人会愿意说 不好意思我要重投 也不是每一个州都可以让你重投 所以在你两个礼拜前半个多月前 你去投票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有这么多的丑闻 更何况这个大部分的主流媒体 其实他的篇幅 丑闻的篇幅 并不是那么的大量 所以某种程度我还是觉得拜登的 优势会比较明显一点 可是回过来讲 如果我是美国人 我坦白讲 我会觉得超丢人的 就是这一场总统选举 说有多难看 就有多难看 两个候选人都烂爆 两个候选人都有 都有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瑕疵 那我真心觉得 如果是我 我是美国人 我可能不要去投了 太丢人了 不要跟人家讲我美国人 也不见为敬之后 对啊太糟糕了 我觉得怎么会走到今天这种程度 OK好 那只有那一件呢 我要补充一下 就是有关丑闻的事情 其实美国政治自己本身有在过去做研究 就是什么时候出手打黑的选举 最有效 就是选前两周 效果最大 可以改变这个老百姓的投票意向 可是以前的通讯投票的人 没有多多 最大的变数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 有限已经投了 已经投了 然后第二就是说 美国这一次的主流媒体 甚至社群媒体 基本上选变在很清楚 很清楚 已经帮你塞掉这些新闻 让你看不到 所以过去那一套 那也是从过去得到的经验跟教训 因为大家知道利用社群媒体在最后 然后无限的扩散 然后影响整个选评的翻转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因为主流媒体 所谓主流媒体 基本上对这个所谓的丑闻 基本上采取一个抵制的态度 筛选的态度 所以让多数的选民 肯定也看不到这个讯息了 除了他很积极想去抓这个讯息 那这也是影响 这是选举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OK 是 我们看到 都讲一句话 所以我们看到即便这个丑闻出来 最近看美国的民调最新的趋势 拜登是没有受影响的 他的民调是不动的 川普不动 川普有增加大概1%左右 OK 这是有意思的 川普拜登要下来才对 可是我们得要注意 就是说 这个丑闻的东西 不会因为选举而结束 这才是关键 换句话说 这些东西 早晚有一天会被证明为真或假 就好像川普当时被认为 通俄门那个世界一样 共和党国会 万一出了总统 他也不会放过拜登的 这问题会继续追下去 有没有这个电脑 电脑有没有这些资讯 等等 这个对于拜登 如果他当于总统的话 一定是一个制约的力量 另外一个就是说 正因为有这些可能的 怀疑跟指控 也会让拜登未来 在处理中国的时候 会绑手绑脚的 因为大家怀疑 你每个动作本身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 OK 你的公共政策背后 有没有家族的 世人的一些 所谓一些财务上的企图在里面 所以未来他的政策 会怎么样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有人讲说他被中国绑架 所以一定会跟着中国走 对 可另外一种说法是说 没有没有 正因为这些事情曝光出来之后 他会更谨慎的处理 对中国的政策 以免让每个人贴上标签 果然没错吧 OK 就因为你收入人家的好处 所以 现在对中国是什么 这个百亿百顺 所以这个东西 有时候是一刀的两刃 是OK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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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